早晨,今天是2002年8月5日,英聚會一期 如果你今天早上有WhatsApp通知,這就是你的WhatsApp通知 這個連結位於你的手機和你的筆記簿電腦下方 因此我將會閱讀這個連結 嘗試在Youtube有關的描述中找到它 你可以找到這個連結,你可以點它 我可以幫你輕鬆地註冊到英聚會一期 以及來自伯南漢會幕的WhatsApp通知 因此,我們生活在這個美好時光 我不是只在結佛順圍,而一個私人聚會 或者在這裏的小聚集 它是適應整個世界的,讚美神 我很高興能夠成為一個基督新娘的世界 基督的身體遍佈世界 因為神已經使用了祂的身體 能夠使用我們今天擁有的這些東西 如果他們無法使用祂 我們可以與祂分享,與祂交談 用某種方式發送給祂 將祂發送給預定的新娘 無論他們身在何處,我們感謝主 因為我們可以得到這些東西 因此,無論你在傑尊維爾 路易斯維爾 在塔基州 或是亞利桑那州的土森 印尼、印度、巴基斯坦 中國、東非、西非、南美、巴西、阿根廷 墨西哥 或是太平洋 或是大西洋 神在那裡都準備和你說話 你所要做的只是按這個播放制 這個是約室、弟兄和英聚集一起 2002年8月5日,星期三 弟兄姊妹 當主在星期日告訴我們 我們的靈魂充滿喜悅 我們並注定得到永生 雖然其他人有眼睛 但看不到 有耳朵 但卻聽不到 但我們已經選擇了在今天 擁有耶穌基督的啟示 我們已經接受了上帝正確的領導 他的話語 這一則的信息 耶穌基督的日 他的聖靈 他們都是一樣的 耶穌說 來 跟隨我 保羅說 你們都是我的跟隨者 即是我也是基督 白南漢弟兄說 白南漢弟兄說 我知道你 我們的弟兄們 只要我遵從保羅 在聖經中所說 這樣 你就跟隨我 我就跟隨基督 保羅不是在嘗試用自己來代替耶穌 白南漢弟兄也不是 我們也不是 但這個是耶穌基督的啟示 因為這個是上帝所提供的方式 我們注定要擁有這個啟示 我們非常感謝這個啟示 神在此訓練我們 我們要讚美祂 敬拜祂 並整天 每天 與神舉行討告會 約失白南漢弟兄 讚美主 就此結束閱讀 英聚集一起的信 現在 我想和你們分享 在錄音帶上面 白南漢弟兄 在亞利桑南州 謝拉維斯塔 那裡 與艾薩克森弟兄的聚會見面 他在那裡做了一個小聲明 令我今天早上想起一件事 他這樣說 我們不能使用世界各地的小燈 手提電筒去照亮這個世界 但是神就運用了他的綱 通過先知使者傳達這些信息 正在用神的話語 照亮這個世界 我們的小電筒 無法照亮他 但是這個信息 就是世界之歌 我們正在聽著 這一個是神今天的聲音 而這一個是白南漢弟兄的總結 不要推測 什麼是光 證明了 神的話語 除此之外 再沒有有光 看到嗎 你不能用電筒照亮地球 他需要神的話語 這個我很明顯 即是兒子 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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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念 神的聲音 神經